欢迎再次观看九零零新闻 现在是中国当地时间3月21日 五天前中国抖音账户匿名 孙老奶账户号码458370786678 发布视频提到 今天呢我受邀请去了好莱坞大片 沙战的洛杉矶首映里 一切都非常的好 到了这个剧院的大厅里面 我看到了里面的其中的一个原言 那就是马上要远白雪公主 但是皮肤UK的拉丁裕女士 就是那个马上要远白雪公主 然后我就很有礼貌的上前去说 嗨Richard你好瑞秋 请问我可以和你拍照吗 他就说不好意思我在休息 就非常非常嫌弃的眼神看了我一眼 把裙子往旁边拿了一点 就是好像他那个态度 就是说我是一个浑身臭的一个流浪汉 还是一个什么猥琐大叔 想卡他油一样的感觉 你知道吗 我当时心里特别不爽 我就说没关系 谢谢你了 祝你今天开心 然后我就走了 走了以后呢 我就离远远的 我想偷偷拍一下 拍个视频 想发抖音 他就扭头这样给他的助理 说两句话 他助理就过来气冲冲的过来说 我就是拍个抖音 然后我火一下就上来了 说这是公共场合 我有所没有权利拍我想拍的任何人事物 然后他很凶 很表的说 你再拍我就叫保安了 你凭什么叫保安 就因为我拍 他了给他吓的了 我就说行行行 你不拍了 针对此事我们查询到在3月18日微博帐户熊导赖安娜 发文提到被惊到了迪士尼真人版白血版公主 Richard Ziger在公开社交媒体上发布述宗旨的视频 并配文要尊重女性 于是在回应自己歧视华裔传闻 他认为自己是没有被尊重的那一方 自爆遭仇Richard歧视的美国华裔博主孙老兰 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也发了一样的视频 你怎么看 目前这件事没有一家美国媒体报道 Richard的演艺视野没有受到影响 并附上图片资讯 这些有关瑞格 瑞秋 网络资讯显示 瑞秋安德格勒 是一名美国女演员 歌手和YouTuber 知名以2021年 子弟文史皮尔伯格电影《奇奇故事》中 主演玛尼亚·瓦斯奎兹 借此获得金球奖 最佳音乐及曲剧内电影女主角等奖项 一位选中在迪士尼真人电影《白雪公主》中 出演《白雪公主》一角